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有利达集团ESG及投资者关系高级李永林Vicky Vicky 你好 Vicky 今天我们会讲一间都是上市公司 不过当然ESG的话题不仅在香港 当然我们会拿一些报告出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和了解一下 今次这间公司叫Rimbos 在澳洲上市 为什么要特意介绍这间公司给大家呢 因为首先澳洲在ESG方面 其实他们走的步伐和发展方向都做得很快 再加上经常去看ESG的时候 大家经常想一定要留意着E 留意着E 以为E最重要 但其实Rimbos这间公司最好告诉大家 其实留意E之外 其实G和S都是非常之重要 而且它因为这间公司 它是特别在G方面做得非常之好的 所以就特意带这间公司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Rimbos这间公司是做什么呢 其实你一打开 其实它叫做一个物流运输公司 它主要起家的业务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到一些超级市场 这间公司一车就差下去铲着那些车 然后就有一个木板 它主要起家就是做那块木板 那你就想想到 一间公司原来只是做木板 现在变成上市 然后再加上好ESG很好 那它整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按照顾客头 它表现真是做得 неверо 好 那就简单再看一看 整间公司它怎么做ESG 首先它主要业务是真的那块平板 就是那块木板 那塊木板就會告訴你 你這塊木板不是用不積氣的 你真的會循環再用 你首先會有一個木板 給container 給客戶用 放在他們的service 去用 之後客戶用了這個之後 Brembo 是會幫忙去做transport 運輸 又或者客戶用完這些之後 可以將這塊木板回到Brembo那邊 或者直接去做reuse 它就變成有一個循環再用的circle 就令整個業務在環保上做得很好 因為這間公司是logistic類型的公司 大家第一次都會看它去醫治的 所以告訴它本身這塊木板 首先應該要怎樣去循環再用 令到減少廢物或者減少伏育的情況 這個就簡單講了它的業務 不如先看看它的評分 它也挺厲害的 3條A的 在MSCI的ESG Rating 裡面 還有你看到Temperature Rise 都是低於現在市場的預期 其實市場預期是1.5 1.5 是不是 去到1.3 它都做得很好 沒錯 所以就稱讚這間公司 它的ESG Rating 做得非常之好 MSCI已經拿到Leaders那邊的分數 即是AA級 即是行業裡面的9%是它拿到AA級 Temperature Rise 就真是對 即是我們一向講 就是巴拿協定的那個Temperature Below的Between 就是1.5到2度 它就是直接低於1.5度 是落到1.3度 所以它這個方面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那它在行業上做得比較領先的 MSCI平均的都是有它 Cruparate Governance 一個Walking Neurosourcing Laborate Management 還有 Carbon Emission 還有它有沒有什麼 就是我們所說的紅期 或者黃期出現 就是要留意的指示 就暫時全部都沒有的 都是Green Flat的 那它跟ESG有些什麼 或者SDGs SG Goals 有些什麼alignment 那你會看到它特別 為什麼說Yin公司在G和S做得好呢 因為你會看到ESG Goals 裡面 它不僅是Climate 不僅是一些環境上的東西 是比較著重的 你要看到它是German Equality 另外就是會不會說 Subline Reduce Inequality 另外還有就是Responsible Consumption 和Production Peace Justice 和Strong Institution 這方面其實它都跟SDGs是align了的 它是特別align了的 是 特別align了的 所以就說它的G是做得很好的 好 再簡單看多一個評分 就是Subsilic 這個就是它在管理方面的評分 因為MSCI看的評分 通常會著重E多一些 而Subsilic 就會著重在管理 就是Governance 和S多一些 所以你會看到它那個Risk上 都是低Risk 所以其實都證明了給你看 它在一個Governance上 都真的做得好 好 那我們就真的看一下 它那個ESG報告先了 一開始這個 你會看到它們有三大方向 就是Planet Positive Business Positive 以及Community Positive 同樣地其實它都是擺了Business 以及Community是先行的 那就是網上 那它就 因為它就好 我覺得它這個做得挺好的就是 它第一個位置就是Supply Chain Positive 那Supply Chain Positive 就是能夠結合到的 譬如它有說到就是 怎樣在那個行業上的創新 Infrastructure 那裏 甚至乎怎樣可以給你一個 Responsible的 Consumption 和Production 那這個都是它們在SGGS 行業上他們會合作的東西 甚至那個Time Actions 它都有做的 因為它就說 如果我和你去合作 你是第三方 那如果你那個Business 那個在環境上 那個決定權 和我們的想法不一致 它都不會做這個合作的 因為其實Supply Chain 都會直接影響到 它們那個Squid B的 那個Cardium Inmission 所以它都會很著重 Supply Chain的那個碳排放 它會特別去做那些 就是我們基金公司 你去選一些公司的時候 會做Due Diligence Due Diligence 去看這間公司做成怎樣 它都會Due Diligence 那些Supply Chain的公司 究竟它們在那個ESG上面做成怎樣 還有它會怎樣去幫助那些Supply Chain的客戶呢 它們首先去檢查它們那個ESG的模特兒 同時它們就會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它有一個循環系統 就是我給你一些東西利用 就是我給你一塊木利用 我會支持你 可能是幫忙運輸上 會用一些電動車 甚至乎你用完這塊木 究竟你是拿回來回收給我 還是拿去第三方做回收呢 那它會有一個Circular的模特兒 是給它們Supply Chain一起合作 去合作 那希望就大致 就是和Supply Chain有一個 一致的保護到環保 和保護到那個Infrastructure 那個建設在那裡 因為它們都有自己設定了一個系統 就是去檢查這些木 和這些運輸 和第三方怎樣去做得好一些的 好 那接著另外呢 它都會有一些就是 就是Workplace Positive 就是說 究竟它那個Board Management 那個男女的平不平等呢 我們之前不是經常說 就是那個Management Team 那裡 特別是Board那裡 最少三成才合格 那希望就是做到四成的 那他們其實呢 那個Board和Management 現在呢 他們就說 希望到2025年就達到四成了 其實如果你光看的Board Members 已經是達到四成的了 那只不過如果你計算了 整個Management Team 就是 不計算Board Member 其他普通員工的Management Team 要做到四成呢 他們仍然需要一些努力的 那但是它已經很快定立了這個目標 就是啊 我們一定要怎樣 令到他們的Management 和那個Board Members 是可以做到就是大家都有40%的女士在那裡 那另外呢 它就會有一些目標 希望就是定立到公司呢 是員工都很喜歡這間公司 也是很快的公司 成為一個最完美的公司的 那你再下一個版呢 就看到有一個 它呢就得到一個獎項呢 就叫做這個Top Employer這個獎項 那它這個獎項呢 其實是很厲害的 那它就是包含全世界的一些公司 的任何公司 那當然是有報名的 或者是怎樣去 就是經過這個網站 這個Top Employer Institute 他們去做DD 就發覺你是否一間合格的公司 做Top Employer的 那它呢 就不單止是拿了地區獎 也都拿了Global獎 那你見到它已經有 就是無論是Europe那邊自己拿了獎 甚至黃色那邊那個Global獎呢 其實就是它 有超過過過千間公司 只有頭十五間公司 才是可以拿到這個獎的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它是一間 我們說它是ESGA做得好的公司 而因為Top Employer Institute 它都很著重 就是說這間公司 究竟是否給到一個好的環境的員工去做 所以它在Global獎項方面 是做得非常之好 才可以拿到這個獎項 那如果就是它 因為它在澳洲很嘗試的一間公司 如果只看澳洲來講呢 它都是Top14的 就是澳洲那邊是Top14的公司來的 好 那另外再下一個圖圖 就應該都是仔細說回 就是它剛剛講到 就是它員工那方面的男女平不平等 那它現在呢 首先 sorry 這幅圖 應該就是講一個survey 就是說究竟這些員工呢 對於它們公司的獎項 覺得很好 它們其實現在獎項了 做全場Top20% 叫Good Place to Work的一個 這個合作的 就是這個目標 那它同時間都是繼續 2025年 希望繼續 可以繼續達到這個目標的 但是唯一呢 我有一個 就是叫在它的G或者 S方面有少許扣少許分呢 就是應該你看到它那個FY22 就是2025年那個achievement 那個BIFR是4.1的 嗯 BIFR是什麼呢 就是它那個 那個上班和員工受傷 而令到工作時數有影響 那個percentage 那雖然其實你看到它 它從19年開始呢 都是慢慢 從5.9慢慢降降降降降降降 降到現在是4.1啦 那但是呢 其實在我看到其他公司 其實很少的數字會這麼高的 就是有些通常都是 會再低一些行動管幾 1.幾 2.幾 那所以我略嫌呢 它這個4.1呢 是還是稍微少許高的 當然它自己 當時定立202年那個 Safety Improvement 的target 就是4.5啦 那它4.1 已經是做得好過 就是本身定立的目標了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方面呢 仍然都還有一些改進的空間 在這裏